旅行社员工忙着接电话 打进来的都是询问关于退团退费的问题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 包括旅行社 餐厅 客运 科技大厂等 不少企业都传出要放五薪假消息 现在劳动部编列41.25亿 分三阶段协助劳工 其中有10亿元规划要来补贴五薪假劳工 如果疫情持续的发展 对所有减班休息的劳工朋友 他们在减班休息后 根据劳动部的规划 只要在企业特定期间内实施无薪假 劳工所减少的薪资差额 就可获得半数补贴 以现行劳保最高投保金额薪资 四万五千八百元计算 无薪假期间薪资缩减到基本工资 两万三千八百元 证明劳工每个月可令到一万一千元 最长三个月 再试情况决定是否延长 详细计划内容预计三月公布 要避免企业的滥用 也就是说必须要维持既有的一个审议机制 在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然后雇主必须要劳工的同意 那雇主也必须要让高阶主管先减薪 那当劳工同意放无薪假之后 他的薪资也不得低于基本工资 才可以享有所谓的薪资差额的补贴 劳动部估算 若每位劳工领到一万一千元 领满三个月 约有三万人可受贿 不过劳团也说 职场上有些雇主递报劳保投保薪资 若政府采用薪资差额补贴 可能会让只领到基本薪资的人补贴不到 且防疫照顾价同样也是因疫情不可规则某一方的因素 建议也该把请防疫照顾价的低薪劳工 一并纳入补贴范围 原始新闻做何报导